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都没听过 放弃了 特朗普在记者会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 谈到中美贸易的时候 中国原本在两年内 已经可以取代美国的经济 成为了取代美国的经济强国 但现在就差得远了 说中国已经放弃了 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 无论是美国 无论是中国的研究人员 除了没听过之外 也斩钉切铁地说 是没有放弃 也不会放弃 怎样说呢 因为 中国制造2025 不仅是一个 中国科技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的计划 而是对于中国政权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维持权力计划 美国贸易问题专家是这样说的 中国会否放弃中国制造2025 或者放弃更大范畴高科技上的野心呢 美国的专家说 不会 因为要完成这个目标 对中共继续掌权的政治权力 掌控的政治权力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继续经济发展的决心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制造2025是什么呢 其实在十年前 就是2015年三年前 李克强提出的一个经济计划 就是说 中国要用十年时间 由製造大国 变成製造强国 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 引进世界高科技的产业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 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中兴等等被揭发 就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后来陆续被揭发去嫖舌 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产权 产品 结果引起一个很大的争端 由贸易战开始 搞到科技战 又说要 惩罚一些中国高科技公司 这个做法 对西方来说是引起很大的争议 亦看到中国的野心 令西方觉得很不安 于是特朗普宣布 对中国提高入口货品关税的时候 很有针对性地 是针对中国提出的 中国制造2025产品 但是 确实实 自从贸易战开打之后 中国已经是绝小提中国制造2025 那套 厉害了我的国 其实就是宣扬中国制造2025的其中一个重点 不再说了 下架了 在中国官方文件上 中国官方的代表上 甚至一些官方出来的学者 有哪个学者 很少 不是官方 又不是官方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都已经绝口不提 中国制造2025 这几个字 这几个关键字 就是说 中国制造2025 现在好像消失了 在中国的舆论版面上 这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特别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进行打击之后 中国的一个策略上的调整 不再高调地去说 不再高调地认叻 不再高调地认屎认屁的一个策略 不在宣传上做这些事情 低调 低调 低头 立比三就 就像习近平所说 苦干 而不强出头 所以美国的研究人员说 可能特朗普搞错了一件事 中国是不说中国制造2025 不是等于不做中国制造2025 所以如果特朗普的目标 是要迫使或者劝说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即使中国 原意写在协议上 当然不会 在协议上都无法证明 中国是放弃了这件事 但什么是中国制造2025 他不是说搞核弹 好像你要北韩无核化 朝鲜本都无核化 你要销毁哪个制造核弹的基地 销毁导弹发射的平台 这样有眼睛逐渐数 什么是中国制造2025 为什么这件事是这件事不是 他怎么叫放弃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确定 中国政府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中国一直都比较隐蔽 他补贴某一些工业 某一些高科技研究項目 那些是和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 不过他不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美国要求 在贸易协议上 如果真的要签署 有很多要求 除了贸易额 希望中国可以多买美国货 例如投资准入的门槛 知识产权的转移 合资企业股份的百分比等等之外 中国亦想 希望中国暂缓进行 一些核心的 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 但如果真的要中国签署 白字一字这样签署 习近平肯定不肯 对习近平来说 绝对不可能 对习近平来说 这是令他的权力 受到很大的挑战 的一个举措 就是说你卖国的 他绝对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他很低调 基本上据统计 在今年1月到5月 官方新华社在新闻报道里提过 中国制造2025是140多次 但到6月5日之后 是一次都没有提过 他是不是不做呢 绝对不是 比如说 有一个北京理大 做智能武器系统的实验班 在2018年8月成立了 据香港英文部之南华部 早报报道 智能武器实验班 有27个 总共加起来 有30多人 27个男 4个女儿 都是18岁以下 直接在高中招入 在5千多个候选中 是当选的 这批年轻人 是会在世界上最年轻的智能武器科学家 这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即是说 中国在智能的问题 在AI的问题上 你看到他 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研究 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 阻挡中国制造2025呢 现在呢 有些分析 就是美国的智库 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用目前进口的份额 提高到25%的关税来说 而令到中国制造2025 向美国出口没有动力的话 或者是要求国会 授予反补贴授权 以便美国有能力 对大量补贴的国家 採取迅速的经济攻势 对中国制造2025的领域 偷竊和盗版知识产权 或者被迫转让版权的企业公司 进行国际金融制裁 就像对中兴公司所做的行动一样 这些看来 都是去对付中国制造2025的手段 我相信这些手段 会有成功又不成功的例子 但是最后如果特朗普政府 真的在他余下的任期 两年时间左右 要对中国有一番大作为 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力度 即是贸易战最重点的对象 就是说中国制造2025 他有没有任何一个非常手段 像中兴那样去对付这一类 他找到出来 是跟中国制造2025 关系非常密切的 很关键的公司 于是便找到他的底子 发现他有任何违规的东西 就像中兴 就像福建进华那样去做全面制裁 我相信这些情况 是陆陆续续 可能密度会加快 一定会出现 深夕口快两周年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的月定计划 打开这个网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继续付款给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转数快 用这个号码 任何银行户口都可以转到数给我的 用PayMe匯福银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转到数 又或者你用八达通的好仪比 同样一个号码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写支票 滑线的 写这个名字 寄去这个地址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银行户口号码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请大家继续支持 深夕口快两周年 No 4